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各位患上玄冰病的朋友们 请一定不要错过2019年第55届白响艺术大奖的这段 玄冰超大特写镜头 小编大概重播了有200次 男神被镜头锁定后 先害羞后放电的模样真的太犯规了 在去年第55届白响艺术大奖上 镜头先是take到了郑宇胜 主持人申东叶表示 前一年白响上因为郑宇胜的特写镜头大获好评 今年也决定来take一位男神 最后指定玄冰引起全场尖叫 玄冰听到自己被点名 连也被放上大一幕之后还害羞地低下头 申东叶在旁边一直喊话 玄冰不要动 现在开始进到不像话的特写镜头 首先先往眼睛那里拍 镜头越拉越近 我们玄冰偶爸也越来越害羞 不但害羞到咬手指还笑着低头躲镜头 让申东叶忍不住大喊 玄冰不行动啊 最后玄冰终于任命 摄影导演开始拉近镜头 特写他的眼睛 而玄冰也看着镜头 甚至眯起眼睛 露出朦胧性感的眼神 让主持们跟粉丝们都超级嗨 申东叶也大赞 眼睛这么深邃 怎么做到一粒眼屎都没有 像我们发送这么美丽的眼神呢 玄冰这段超级进血 在爱的破奖之后 又再度在网络上疯传 让不少粉丝看得津津有味 真的是很值得珍藏的传奇影片呢 不知道下次又会是哪位男神被take呢 小冰比较期待 玄冰和孙一珍一起出席今年的白想 爱的破奖必须拥有姓名 另据韩国媒体称 韩国演员玄冰二月底为韩国疫情捐赠两亿韩元 则衡成人民币约120万元 网友纷纷玄冰这种行为点赞 据说玄冰是通过社会福利共同募捐汇捐的款 由于预防新冠肺炎扩散以及克服其他方面的灾害 早在2月21日 玄冰就曾发社交平台上发动态表达对于疫情的关心 他表示现在亚洲很多地区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不安紧张 他很担心 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尽快战胜病毒 并为不幸感染的人打气 但韩国很多网友以及国内的黑子却吐槽他 只发慰问信不捐款 低调的玄冰没有在乎这些 在写完这封慰问信后 他便开始打听可以捐款的地方 最后找到了社会福利共同募捐汇 在向社会福利共同募捐汇捐款后 他还叮嘱对方不要向外界公布 也没有告诉自己的经纪公司 所以这个消息到现在才慢慢被证实 被大家所知晓 除了此次的捐款之前 2019的时候 他还为韩国江源道 山火受灾重建捐款 并参与了很多的支援活动 一直在低调的做着善事 像他一样低调的做着善事的韩国艺人还有很多 比如演员韩孝舟 据悉3月3日他通过希望桥全国灾害 救助协会捐赠了1亿韩元 为韩国抗击疫情做了一份力 还有出演过鬼怪的演员金高盈 他为低收入家庭预防新冠病毒 捐献了1亿韩元口罩 同时他和玄冰一样 也为去年的江源道山火受灾重建捐款 捐款金额为2000万韩元 同为演员的李诗燕 也向乔全国救灾协会捐赠了100万韩元抗击疫情 韩国的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 希望在一人发捐助下 还得大家的帮助下 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